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5月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过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五 仍然是一个震荡收低的一个走势 尤其NASDAQ指数的部分 今天这个上礼拜五又继续下跌了173点 继续的创下这个今年以来的一个波段新低 那这也让台北股市的部分 今天指数一开盘就跳空击杀 开盘没多久跌幅就已经超过200点 随后低档来做震荡 几乎没有什么反弹 收盘是收在今天最低点的16,048点 大跌了359点作收 承加了2398亿元 当然指数的部分 现在面临了16,000点保卫战 能不能够守得住呢 很多人都在关心 到底这波大盘要跌到哪里去啊 底部会在哪里才出现 好针对盘式的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按照官吏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5月9号第一通指令9点10分发出 你看到每天第一步 我们都先帮大家观察盘式的结构 来决定今天如何操作 那看到美股礼拜五震荡收低 而且小NAS的旗子早盘 又大跌超过了150点了 代表国际股市 尤其美国科技股 真的很弱 那台股指数 一开盘跳空开低 马上就击杀超过200点 手盘是一个空方量250亿 预估量则在2500亿上下 旗子的跌幅则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今天应该是 跳空开低击杀之后 第一档震荡 当然仍然要提防一下会有上冲下行的走势 并且持续关注国际盘的表现变化 那这种盘式 当然对我们做当冲来讲要比较谨慎一些 也严格来讲一讲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尤其这两天 就像我在10点40分所说的 受到国际盘的影响 指数我们知道弱 但是一开盘就跳空击杀了 那盘中常常又来个上冲下行 很容易都形成我们所说的 多空双杀盘 就你看到开低你想去抢个反弹 当然到最后赔钱的几率很大 风险很大 你说去追空 可能也没什么肉 而且容易被盘中反弹的时候 被刚刚这个扫到停损也都有可能 这种状况 现荣老师也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适合操作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当冲作战 建议大家 休兵个一天 等待看准的目标 再来做出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坚持 做股票 很多人都说做赌 跟赌博一样 其实我会这么说 关键 你有没有正确的方法 看准的目标再出击 如果没有 你永远都是 每天在那边追高马进 追高马进 当然你做股票 跟赌博没两样 不管你做的是当中还不断 可是如果你能够耐心 等看准的目标再出击 那就不一样了 当然很多人 尤其有一些投股老师都说 现荣老师啊 你这样太保守了 这个地方 做股票 尤其当老师的 就是要这地方 每天带会员杀进杀出啊 这样子才能够这地方 每天在电视上表演 你看买了什么股票就涨停 买了什么股票就涨停啊 这样才收得到会员嘛 当然我知道 很多会员 很多这个投股老师 为了多收一点会员 多做一点业绩 每天都告诉你 赶快买 长也叫你追 蝶也天天叫你拉回找买店 把会员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但是这样可以吗 当这样到最后 你会发现 这些投股老师 当他赚走你的会费 最后却可能害得投资朋友 满手套牢 到最后伤痕累累 这种事 现龙老师真的做不出来 所以现龙老师这么多年来 成立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团队 所以我也一直跟我的操盘团队的同仁说 我们不能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为了多做一点生意 永远告诉人家不用怕 赶快嘛 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们操作第一要务 宁可让人家说 我们保守 也要保护好会员 这是我们的一个坚持 要帮助会员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要达到这样的使命跟责任 就像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 奇迹如风 奇徐如灵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震 股市就像带兵作战一样 对不对 孙子兵法说 该攻的时候要侵略如火 但是该 这个暗兵不动的时候 要懂得不动如山 所以我们做股票 也就是这样 该暗兵不动 我们就不动 当冲也不是天天冲 也是要坚持看守目标 再来做出手 这样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就是这样的坚持 这两天盘市 跳空开低击杀 我们就不追空了 那这个地方 但是等我们看准了目标 像上礼拜 操作6508的汇光 当利多剑豹 这地方一堆散户 还在那边强劲的时候 发现隔日冲大户 拉高上来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短空先卖后买 那一天 这地方成功 卖在56块的一个价位 平均杀下去 五四点半以下买回 有这样的机会 一口气赚个一块二 对不对 做个20张 一天加仙了两万四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看准了 再来做出手 稳稳地放在口袋 不只会光赚 对不对 接下来三天的 五一劳动年假结束 操作观光谷的三富 又发现当散户在抢劲 短线隔日冲大户 又趁着利多剑豹 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先卖后买 那一天平均卖在65以上 杀下去63以下买回 目标62也有达证 对不对 一口气赚进两块以上的价差 一百万操作18张 又有机会 一天进账个三万六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来把握 那或是像长荣行 这地方利多监报 大户出货 又发现这个先卖后买 30张也有小赚个一万二 一波三连剩下来 稳扎稳打 你看到就是这样来赚钱 那从过去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从4月9号到5月9号 今天为止统计下来 累计战机 总共是八胜三负三合 当然文赚不赔 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赚一定有赔 重点县荣老师 每一笔都诚实报告 给大家看过 重点是盈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了之后 你看到一个月下来 累计战机 累计投报率 来到这个两位数 10%以上 就是假设你每一档 都用一百万出头来做操作的话 一个月帮自己加性格 各十百千万十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而你看到 我们不是天天来做出手 看准的目标 有足够的胜算 再来做出击 就是这样的方式之下 要帮投资报 稳中求胜的方式 来累积财富 如果投资报 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钱 没赚钱 通通诚实价 那我也再三强调 我不可能保证你天天都赚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也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 你看到当冲股 当天信 当天出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有两档当冲股 有足够胜算 再来做操作 找最有股把握的股票 来做操作 没有好的机会 我便宁可休息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 当然都一起来做休兵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那么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如果今天有会员说 老师今天有收到什么股票 不是空手 不是这个休息 老师说谎 当场赔偿一百万 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要最高标准 要求自己 如果投资保认同县龙老师 这样的理念 认同县龙老师 每天看准目标才要来做出手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接下来的行情 一起把握赚钱的机会 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继续看下去 当然今年年初 大盘涨到18619附近 突破了18034 多少投股老师都告诉你 赶快买股票哦 大盘就要涨到两万点的时候 县龙老师都提醒过大家 从成交量 从指标没有过前高 都出现高档背离来看 这个地方 即使没有马上反转下跌 中期回档危机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更面对着2022年的三大风险 第一个就是美国要结束量化宽松 第二个中国进入习三任 可能会带来两岸关系的变数 以及台湾到了夏天 很有可能要面对的缺电危机等等 这些都让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 该注意的风险意识 尤其美国股市科技股 当时再三叮咛 资金行情已经开始扭转 那为什么要再三叮咛大家这些 包括了FED三月份升息 美股在反弹大涨的时候 我也都跟大家提醒过 美债殖利率再度出现了这地方倒挂的风险 暗示着美国经济下滑的危机没有解除 很有可能会出现通质性通膨 包括了上礼拜四 还记得美国科技股 这地方大幅度反弹 那我们也当时都提醒过大家 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反弹之后呢 未来会再度的下沙 继续震荡向下 因为从经济数据来看 美国三月份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创新高的8.5% 但是GDP居然是衰退了1.4% 这种就是标准的停滞性通膨 目前来看风险其实都没有化解啊 所以才会再三的叮咛大家 当然你看到为什么要叮咛 就是要提醒大家做股票 我们赚钱机会要把握 但是永远记得必须先顾好风险 那现在的行情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大盘当然破滴之后还是有机会反弹 但是之前也提醒过 那大盘一旦这地方 呈现一个震荡向下格局 反弹你会看到 季线半年线年线都失守 而且下弯的情况之下 未来这个即使反弹 上档压力重重啊 那低档有没有支撑 有 过去两年大盘走了两年的多头 两年线平均的位置 现在在达了15,600 所以我认为大盘最重要的支撑 不在16,000点的整数 而在两年线这附近 当然能不能够守得住 还是要去观察 那我说过最有可能的走势 破前低之后反弹 但是过不了前高 继续破前低 反复的震荡向下 这会拖很久 如果让他这样直接的一路往下探底下去 那反而是好事 直到底部讯号出现 什么是底部讯号 最重要的还是观察 第一个融资追缴令 一旦万件提发 第二个国安基金正式的进场 这两个密码你把它记下来 融资追缴令万件提发 加上国安基金正式进场 那可能就是让你准备开始来拼大的时候了 但是在这之前 我都还是提醒大家 目前应该还是要这地方特别谨慎 赚钱机会要把握 永远记得风险意识不能少啊 那想要赚钱 又想要顾好风险 当然最好的操作策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你看到我们的快打当冲 是不是这样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我们会努力帮大家掌握 过去一个月大盘下杀了1000多点 我们采取当冲盘中满手的方式 盘之后就走 赚了就走 你看到一个月累积投包率 还是有超过10%的机会 假设你用100万左右来做操作 你还是有机会帮自己加薪个10万 加薪个6位数以上 还是有机会努力掌握赚钱的机会 但是盘后保持空手之下 你看到最近美股动不动就中错 动不动就大跌 我们都不用担心 用盘后保持空手 这样才顾得好生活品质 当早上赚得到钱 下午就可以去逛街喝下午茶了 重点盘后空手 所以你不用半夜爬起来看看美股 会不会这地方中错 不用担心你手上的股票 会不会明天开盘就跳空大跌 不用 你晚上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稳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那受到大盘趋势影响会非常低 有没有快进快出 又可以随时先买 也可以随时先卖 所以过去一个月 你看到指数下杀了1000多点 我们的当冲累积降级 投包率仍然可以超过10%以上 这就是操作灵活的成果 风险降到最低了 不用把担心股票爆了满手 行情一路跌下去 你到时候可能又满手套牢 甚至你用融资买股票 最后可能被断头出场 受伤惨重 我们都不用担心 避免了股票长期套牢 风险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生活增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还是可以去掌握赚钱的机会的 所以我们才说 这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投资方想做当冲 可是没有时间 看盘怎么办 更多的投资朋友做了当冲 为了自己省点小钱反而赔了大钱 好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来加入由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 我们每天按照专列SOP 不是盲目的追高买进 天天买买买买买不停 而是第一步 先观察好盘式 决定适合做多还适合做空 如果适合做多的盘式攻击盘 我们会找大户进货转强的股票 来做先买 但是碰到整理盘 我们要做短空 我们会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来做先卖 并且再确认转折 再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几率 理性操作 当天进 当天出 绝不熬单 就是这样的原则 你看到过去我们怎么操作 包括 这地方上次操作6508的汇光 当利多见报 大家都说 哎呀 战火这地方持续 汇光做的化肥 营运走坚 前一天还股价锁涨停 但是我们发现到 主要买盘 疑似来自于短线 隔日冲大户 那重点不是 前一天锁涨停 隔天就一定会下来 重点是隔日冲大户 发现拉高上去之后 当散户再抢进 大户真的有在拉高出货的迹象 当然我怎么知道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功用 我们都有在这个 会员专属实战教学当中教大家 当你发现 有大户在拉高在反手出货 有转弱讯号 就可以采取短空先卖后买的策略 那像那天建议会员朋友 一早平均卖在56块 等杀下去 这地方通知大家 早盘均价56块 短空先卖的汇光 果然反手下杀 市价54.8以下来做买回 后来还最低 一波杀到53.8 所以可能还有人赚更多 也恭喜你 那我们会员朋友 至少就是1块2的价差 假设100万做个20张左右 对不对 一天就加现在2万4了 看准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来出手 赚完汇光 过完三天的廉价 再来操作观光股的这个三富 又发现隔日通大户 前一天锁完涨停 隔天敞户在抢劲 这时候已经周转率过高 过热了 发现有大户开始拉高之后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短空先卖后买 那天成功的卖在65以上的话 杀下去就这个地方 一口气63以下买回 目标62也有达正 所以你看到 至少就两块价差 赚得更多 等62再补断也恭喜你 那两块价差来算 又有机会操作18张的 一天进张个三万六 一口气加薪三万六 一天二连胜入带 赚完三富 再来做厂隆行 对不对 又发现这地方 有大户出货转弱讯号 先卖后买 这次赚得少一点 30张一万多也不无小补 那今天受到国际盘的影响 指数一开盘就跳空击杀 盘中容易上冲下行 容易形成多空双杀 没有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我们坚持不拿回原盘的血汗钱去赌博 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之下 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从4月9号到现在 累计战机 八胜三富三合 你看到我们不是天天出手 那么有赚一定有赔 但是我们盈亏相抵 我们每一笔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过 盈亏相抵之后 累计报酬率仍然超过了10%以上 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假设你用100万出头的资金来做操作的话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各十百千万 十万六位数以上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说认同我们这样操作的方式 认同谢龙老师这样 看嘴的目标再来做出手 跟认同谢龙老师这样 稳扎稳打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 也想利用当冲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那么提醒大家 这次帮大家争取的 520幸福感恩价的一个活动 今天活动将是最后一天 想要把握的投资码 务必把握最后两机 错过这次要再等一年 指名广告休息先 指名加入我的基品操盘团队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迎接光辉五月母亲节 应答祷库祝天下母亲 天天快乐幸福 520幸福感恩价 520幸福感恩价 最后一天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 感谢很多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现龙老师的基品操盘团队 那有投资朋友说 真的很认同现龙老师所说的 现阶段要先顾好风险 所以采取盘中满手 又可以盘后空手的当冲操作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也更认同现龙老师这样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每一笔操作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哇 这么诚实的老师 当然很愿意来做相信 只是又犹豫再三 最重要一点就是还没有赚到钱 就先要付一笔会费啦 学费啦 觉得舍不得 怎么办呢 那么我会这么说 如果说投资朋友 在今年的股市操作当中 当行情好的时候 恭喜你赚到了钱 行情拉回的时候 也恭喜你都有顺利的避开 我相信你已经在股市当中 已经是一等一的高手 你自己操作没有关系 不用来加入我们 但是如果说这个行情 行情好指数在上涨 创新高的时候 你还在赚指数 却赔了价差 然后行情一个指数拉回 你反而是受伤惨重 套牢连脸 满手套牢 反而赔了大钱 你会发现啊 股市最贵的学费是什么 不是你交给县荣老师多少 而是当你赔了钱 却没有学到经验 然后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 继续赔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才是最贵的学费啊 然后呢 到最后 常常变成什么叫穷忙足 穷忙足的通病 就是为了省小钱 反而到最后 都在花大钱 在赔大钱 想想你是不是也这样 相对的 为什么有钱人 会越来越求有钱 因为有钱人的做法 常常就是花点小钱 然后请专业的人才 帮自己赚大钱回来 这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投资朋友 如果你也是在为了省小钱 赔大钱的 宪宏老师 诚心建议你 请专业的人才 帮自己赚大钱回来 如果你在这地方有需要 都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那接下来的行情 仍然提醒大家 那指数的部分 当然在这地方 今天已经面临 一万六千点保卫战 低档的支撑 两年线能不能够 收入再其次 但我都建议大家 在整个这地方底部 讯号正式出现之前 这个地方都要先把风险 两个字摆在前面 那要赚钱 要掌握风险 怎么办 对于大资金的 再三提醒 不要再为了追逐涨停板 去买一些已经涨翻天的投机股 我们只会锁定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金权潜率股给大家 那目前 我们最近也只推荐一档 半导体设备跟关键材料大厂 也就是发现它的营收 受惠于这地方 半导体金元厂资本支出大增之下 订单持续涌入 营收创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囊 公司订单满手之下 积极扩充产囊 未来洋洋年的业绩 将要持续大幅度成长 这样的股票 由法轮进场卡位布局 我们再来买进 做波段持有 目前也只有唯一推荐这一档 那对于小资族 如果想要控制好风险 又想要掌握赚大钱的机会 其实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叮咛大家 就是我们的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再强调一次 内容是这样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设飞标 找有把握的股票 再来做操作 会清楚的告诉你 该先买还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所以我们不是抱一档股票 叫你市价去追高杀低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时间看牌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通知 没到价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 当天带得进 当天带得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今天没有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我们也修兵 绝不勉强出手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赌博 等看准的目标 像上次我们操作汇光 短线技术面转弱了 定价55.9到56.1 先做卖出 顺利的成交 平均卖在56元 反手下沙 54.8以下 通知大家买回 一块二价插入带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操作20张 一天加薪个2万4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5月3号再做三辅 65元以上 短空先买 63元以下买回 一口气两块加差 100万操作18张 一天又有机会 进账个3万6 放进口袋 长龙行也小赚入带 看准了这样的目标 我们再来出手 赚钱才能长长久久 如果投资方 认同县龙老师这样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龙老师这样 每天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操作 方式 一个月想要帮自己加薪 目标 两位数六位数以上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趁着现在 520 这个幸福感恩的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 指名加入 由我县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